哈喽大家好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也算是去年了 应该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那么Bilibili刚刚上市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款 怎么购买Bilibili 包括了我当刚好像是大概几天之后 我挣了多少钱 那么差不多一年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Bilibili给我带来的这个收益 首先要说的就是说 我并不是在推荐大家购买任何哪一只股票 这并不是一个 怎么讲股票购买的建议 仅仅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关于Bilibili这个 我怎么觉得算是 年轻人的第一只股票那种感觉 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OK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呢是使用这个北美的一个软件 叫做Robinhood进行购买 那么国内的用户呢 也可以使用这个叫做老虎证券的一个交易平台 那么我会把我的邀请链接放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进行去注册 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这边呢是这个UP0.27块 就是说今天呢涨了这个2毛7啊 那么最近的这个Bilibili呢也是涨的是蛮多的 因为它是在这个美股上市 所以说呢交易时间基本上都是按照我的这个时间 白天的时候我经常会看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Bilibili股票已经有用一年多了 大家看到最高点呢 好吧看不到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呢就是17块7 这边呢有一个average cost 就是说我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是12块2毛5啊 然后开盘价格 现在开盘是17块钱 最高点是17块5 最低点是17块钱啊 这应该是今天的啊 然后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news就是关于这个 整个可能像是分解师一样啊 对于这个Bilibili的一个这个news的一个参考 就是一样是一个推荐啊 就是说可能下一次Bilibili可能就是能到23块钱啊 就是说它的这个股票会一直在涨啊 也不然就是说Bilibili大家看到 最近呢也是接了很多的广告 目前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营收啊 大家可以经常能看到 你在浏览刷B站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个广告一个广告一个广告的啊 其实现在Bilibili接了特别多多的广告 虽然说它视频里面没有广告 但是呢 它的广告会出现在其他的位置 当然就算是这个样子啊 B站还是非常良心的 像对于那些优酷啊 我看个视频不仅有广告 然后呢其他位置也一堆广告而已 B站还是很良心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也就是说其实呢 我的平均当时就是说 当时我平均的花费是12块 我就说其实呢 一只股票呢 大概可以挣了大概5块钱啊 其实我是在B站大概是16块钱的时候 把我的那个500股群都已经抛售掉了 就是说我怕它再继续去跌嘛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 随着那波那个美股的那个下跌嘛 有一阵跌得非常惨嘛 亚马逊股票大概是从 一股21亿之前跌到了1600块钱啊 我是在准备跌的时候赶紧啊 全部抛了 但不过我觉得目前来讲 现在又稍微有些回暖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抛的稍微有点早了 大概这样的话 我都可以多挣500块钱啊 那么不过也好啊 大家看到我当时是12块2毛5买的 就是说我等于差不多挣了 就是16块钱 减2500美金啊 就是1万多块钱人民币啊 对于一个 仅仅只是一个偶尔玩一玩的人来讲 我觉得挣1万多块钱人民币 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啊 那么一年我什么也没干 对吧 那么大家看到现在呢 我还剩这个三股啊 也就是说大概还有个36块钱的样子 就是三股的话 大概就是卖掉的话 也得有个 大家自己已经算吧 反正是不到100块钱的样子 这也是我当时 帮网友买的这个股票 有些就是说 哎呀我不用管了 所以予无所谓了 就是你就是相当于把钱 给我变相的支持一下 B站了 那么那部分网友呢 有部分呢也去卖掉了 然后呢我也会把 当时好像是大概14块钱卖掉了 我就把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了 就是说讲究诚信嘛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Bilibili的股票 就是17块7毛钱 反正就是说 所以说呢 大概是在这个一年期间的 那么他给我大概带来了 1万多的收益啊 那么首先呢 我并不推荐大家都去 一听 哇塞 你一年挣了1万多块钱 我要去买股票 那么我非常不推荐大家 就是说在不知道任何情况下 去购买股票啊 那么是因为 我妈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啊 那么她当时呢 投了5万美金去买股 现在呢 大概已经被套牢了 最低点的时候呢 可能已经亏了1万多刀了 然后现在大概涨回来 也是基本上也是亏了 五六千刀了 就是亏的蛮多一个状态 就是三四万人民币的样子 但是呢 为什么我会购买Bilibili 首先呢 我是非常看好B站的 就是说 它的整个 怎么讲 风气来讲 或者是它这个运营模式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特别像国外的一个YouTube那种感觉啊 尽管说有一些国情所限制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播 但是呢 大部分东西都是 接受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呢 将来这个中国 其实很多的这个发展趋势 就是这个自媒体嘛 那么B站对于自媒体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友好的 不像优酷啊 或者是爱奇艺之类 它是更多的是倾向于这个 大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电视剧啊 或者是一些电影的一些资源 而这个Bilibili呢 是更倾向于这种个人用户 大家看一刷 基本上除了你看番剧以外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个人的资源 会比较多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B站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 那么其次就是说 那么B站呢 我也慢慢也看到 它其实也是在盈利 首先是被某个大公司是吧 大家其实入股了 然后呢 它的整个股票 那几天就一个暴涨是吧 然后呢 最近呢 也开始猛接广告了 大家可以看到 首页端也慢慢有很多广告 所以说呢 B站的这个财报 慢慢的啊 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 它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 分析师都预计啊 它大概能涨到23块钱啊 但是这只是分析师来说的啊 并不是说 我现在就敢购买B站的股票 那么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B站一年给我 再来挣了一万多块钱 那么具体的那个明细表呢 我不方便给大家看 因为这涉及到一些某些 政治上面的原因啊 所以说不能给大家看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再说一遍 如果大家如果也想购买股票的话 如果大家也想好了 确实要入坑的话呢 可以找简介位置的 我能邀请链接 或者是我会贴在评论的 那个位置啊 注册这个老虎证券 那么这个老虎证券呢 确实是它来找到我的啊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 恰饭的视频只是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邀请的很多人呢 他们其实都挣了很多钱了 但具体处的我不方便透露 但是呢至少是一个六位数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他也是挣了一波汇率差 因为前一段时间 其实汇率真的是蛮不错的啊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样子 然后呢 老虎证券我觉得是比较 怎么讲啊 比较大的一个厂子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证券公司啊 并不会跑路啊等等 所以说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啊 毕竟一年多了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钱之类的想提现 也可以提现出来 所以说没有任何太大的问题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呢 更多科技的视频啊 别忘记关注 Technology BB的订阅账号啊 同样呢 我会把我的群号 放在剪辑的位置 因为某些平台的原因 我不能打在这个位置啊 那么就这样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